欢迎下次光临啊 小姐 这衣裳我就来了两个人 还什么都没买 我我都快困死了 怎么不走啊 你看看她画画多有意思呀 画得真像画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啊 是啊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进里面看看吧 素希 坐下坐下 继续当你的模特儿 坐这儿 人会越来越多的 童姑娘 孔子奶奶 您今天怎么这么漂亮啊 你看我这身衣服漂亮吧 是柳师傅送给我的 我特别喜欢 我呀 想穿着这身衣服去照张相去 可到了照相馆 她说要一块钱一张 我可舍不得 童小姐啊 你不是会画画吗 你给我画一张相 好啊 等我百年以后啊 就可以当遗像了 好啊 好啊 奶奶 我们家小姐可是搞艺术的 不是画一项的 哎呦 我说童姑娘啊 你就给我画一张好吗 要不然 等我百年 撒手归西了 没什么东西 留给我孙子有个念想啊 好 奶奶您放心吧 我一定给您画得可漂亮了 小姐画得真好 哇 真像 好了 扣子奶奶我画完了 哎 好 你看看 我画得像不像 喜欢吗 哎呀 太像了 谢谢你童小姐 不用一些 哎 扣子奶奶不用给钱 不不不 真的不用给钱 哎呀 真的不用 奶奶不用我免费送给您的 你这么早没有生意 就让奶奶给你开个章啊 哎呀 哎呀 太像了 谢谢啊 哎呀 我的遗像啊 哎 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 少爷说 让你三分钟内 必须回到新房 否则他就敲锣打鼓 到处说 二少奶奶离家出走了 让二少奶奶这辈子 再也别想出门了 什么 大太太好不容易 大胆小姐今天晚上可以在书房看书 小姐才找了那么多的书 一分钟过去了 不能让小恶魔抓住我的把柄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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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知道怕我了吧 谁怕你啊 我可是你的债主 念念 这张是赎回的当票 你股票挣钱了 只挣了八成的利润 还我嫁妆 先等一下急什么急 看一下这个再说 不许动 只许看 什么 你注资成为婉局最大的股东 我不答应 你凭什么那么自以为 是为所欲为啊 干嘛 干嘛 我想从你脸上找到 我为什么讨厌你的理由 你很热心 但你惹的麻烦 比你能解决的问题还多 你的眼睛好大啊 但是打麻将不会算牌 还有啊 你的脑门 上面全写着笨字 笨得连我都看不下去了 喂 你说够了没有 我说够了 但我还没有说完 等一下 刚才是你问我凭什么 我就凭这个 你看看底下签名是谁 这可是你自己亲自邀请我 当大老板的 看看 给我签个名吧 没问题 是股票 不对 你又给我设陷阱 哭吧 你的痛苦是我快乐的源泉 你 交易 什么呀 杜云棠 你折磨我陷害我 无非就是为了交易两个字 说吧 这次又想让我为你做什么 帮我把这个抄一遍 明天我爸还问我要的 这本书文笔简练通俗易懂 而且实用性也很强 谁写的 当然是他写的了 陈词烂调 还要我一个晚上 把他给背熟 今天晚上还要抄一遍 明天还要问我经商体会呢 你很怕你父亲 经常挨家法是吧 哪有 交易取消 我不答应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你要怎么样才可以帮我抄一次 你非要比我出绝招不可 除非我们达成一个协议 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成为亲密有见的夫妻 我只会做亲密无见的夫妻 那不可能 反正你讨厌我 我满脑门子都是个笨子啊 这样吧 你给我白天做正经式的自由 我就给你晚上做不正经式的自由 我们是一对人前恩爱无比的假夫妻 亲密有见明白了吗 你想利用我 你又何尝不是在利用我 亲密有见 成交 成交 好玩 我说你怎么玩的 你希望你怎么玩的 你怎么玩得很难 我批評我 你怎么玩得好